老師我們現在看到簡報36頁 那開始用這個 什麼語音辨識邏輯判斷之前 我這裡是不是已經有一個寫好的 老師先打開 先玩一下 對不對先玩過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怎麼做嘛 那老師記得 如果你剛剛這個還有在執行的 你可以先把它停止一下 這樣比較不會有太多的那個在執行 好進來了 關閉提示 有這裡已經有了 好 那我這邊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這裡有個無限次 對不對 也就是 我現在要偵測 語音辨識嘛 我講什麼 他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要講 是要不斷的在等我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不斷的執行 然後做語音辨識 等辨識好了 看我講什麼 如果我講的裡面有包含笑臉 就幫我在這裡顯示笑臉 這樣了解 如果這裡有掌聲 那他就幫我 鼓掌 這樣OK嗎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那因為這個地方要用麥克風 所以你執行了之後他問你一句 跟老師上線上課一樣 要不要允許 當然要嘛 笑臉 這樣可以接受嗎 有沒有下面這裡 可以看到他辨識出來的文字是什麼 可是這裡面 沒有包含我剛剛那個關鍵字嘛 我現在故意不要講到啊 掌聲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延伸喔 所以你如果會這個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 就是我們以前那個叫做 效果機 我要用什麼 我可以播影片都可以 好 那 老師看過這樣 我們就正著自己來寫看看喔 你看我把這裡關掉 我們要先找什麼 無限次的這個在哪裡 你看到它是綠色的 就知道 有沒有在這裡 對不對 好我們來先找一下 一樣的 老師待會呢 你可以先把這個拉開 好你先找到 重複 無限回圈 加 其實老實講這個積木 有時候在用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叫無限回圈嘛 所以你如果 層次寫錯的 叫做無限輪迴 哈哈哈哈 哎呀就掛了齁 你的瀏覽就掛了齁 這樣了解 所以 麻煩老師 你先自己先玩玩看 然後呢你先把我找到這個 接著我們來看 這個積木 有沒有一個語音辨識 好看到它是這個顏色的 老師要找哪裡 好像跟這個比較接近吧 對不對 雖然它也是 這個啦齁但是 它比較偏橘色 所以我們來這邊 跟語音有關的 剛剛是朗讀 下面有沒有語音辨識 好我們就拿進來 好我要開始偵測了 偵測什麼 你可以偵測中文跟英文 好那 為了方便大家就是 比較知道到底它聽到什麼 因為 有些時候 如果你網路不順暢 或者是麥克風 效果比較差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 聽到什麼啊 所以我們要偵測 所以我搭配一個什麼 讓它講出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看喔 我找到這個辨識 那我們現在 看這邊 哪一個怪獸 你可以自己選擇 就把辨識的內容 是不是說出來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來 你看 找怪獸 怪獸 怪獸 在這裡 怪獸 他說什麼呢 這個丟掉 因為他要說的是辨識的結果 是不是跟語音有關 所以我就回到這邊 有沒有語音辨識的文字 所以 老師呢 你可以先這樣子 先執行看看 反正你講了 他就好像一個翻譯機嘛 好來 小跟班 小跟班 現在我講的是什麼 請你跟我一起說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了 這樣就成功了 來 關老師了